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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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寶,去九州國際的簽字一直要半小時 不上的話,就把一天拿出飛了 打飛去 陳寶,去九州國際 你是不是变态啊 看我们两个女孩坐车 你就看这种小电影 不是那种骗子 你还狡辩 你以为我没看过吗 这不是那种骗子 是什么 是我家的监控 别着急呢 又不是第一次了 先去洗澡 你的小澡梯子 真是你一百岁 大叔 我说你就别开玩笑了 一个开车的 哪有这么漂亮的老婆 那是我儿媳妇 师傅你干什么 这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你别耍流氓啊 我们可是要去九州国际 签一个百亿订单呢 百亿订单又在呀 哪有家庭幸福重要 自己去 妈的哪来的 糟了头的 着死啊 这是我公公 他平时都在外面出车呢 原来是周老爷子呀 我 九州国际 房屋订单 你儿子在我们公司 干得很不错呀 哦 我是来取完剑 不小心连连点脏唇 你看大大人多好 让我拖下来洗洗 这儿媳妇也太好客 我再晚回来一会儿 是不是就好到船上去了 你个臭开车的乱说什么呢 你配当别人的父亲吗 抛妻 妻子十年不归 我没嫌弃你也就算了 你倒好 还反过来污蔑我啊 你竟敢背着我儿子偷人 老东西 我都劝你别多管闲事啊 你想让我把监控 调出来给小豪吗 哎哥哥 您就原来我这一次吧 我没有偷人 真的这都是都是他 真的这都是都是他 这唐超 是小豪的领导 他让我陪他一晚 我也不敢反抗呀 我知道 也都是为了小豪的前途着想 你有没有做对不起小豪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我们刚才还什么都没发生呢 您就从而闯进来了 这九州国际 是全球的顶级商团 小豪很受伤识 在这个时候 你可千万都能乱来 不然 家回来 小豪的前途 就回了 为你才知道维护是个家 那当然了 爸 唐超 刚才对我下了药 我好舍呀 哎 哎 哎 啊 啊 别以为你说什么我信 小豪再给你一次机我呀 老婆 清醒清醒吧 哇 郭真欢小姐 您这么年轻 就职张九州国际 真是严谨 她是我的养父 九州国际 其实是她一首 三年前 她突然离开 却留下这种字条 说是要回归家庭 照顾其他 我们可是要去九州国际 添一个白衣订单呢 白衣订单又怎样 哎呀我家庭性不重要 自己去 哎 感觉好像啊 不可能 一个儿媳妇跟人偷情的司机 怎么可能是他 三年了 不到您的消息 九州国际 为无双 拜见家族 拜见家族 你来吧 我查一个人 集团法务部 抄得令 老婆 你怎么在擦地啊 你看人手都操了 松开你 你爸回来了 爸 你能不能别穿着鞋在家里走来走去的 那擦地很辛苦 着急给你妈做饭忘记 你下次不会啊 好 没事了 地板脏了擦一擦就好 咱爸 成天在那里的开车 脚有风湿 这么冷的天 让他拖鞋 会感染风寒的 老婆 你真好 死老头 以为抓住把柄就能管住我 爸 今天我去给妈做饭吧 我 你不是我老公 你不是我老公 他还会回来找我的 他还会回来找我的 你不是我老公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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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母 你马着是我 进床 助力 师母 拿责场欠我500万 不还钱 你还打人 欠债还钱天敬地 兄弟陷害我欠了500 这个账我认会还给 那你不要骚扰我的家义 滚 哥 咱们离婚吧 孙医术害我签了五百万 我不能连累一级好孩子 这个债我一个人卡 要做我们一起做 孙医术是一个失重 不够他的 我不能走 专长不能管 我也不能一辈子被人踩在脚底下 我要争议苟气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证明我有多了不起 我只是告诉他 我的东西 谁也别想夺走 别人我给你做了也最爱吃 一会儿是吵极蛋 在小豪 就需要我的随便里了 我没有陪在他身边 弄得他性格的叛逆 恶辱 偏激 这都是我的错 我心里有亏 如果你放心 我现在隐藏身份 把他送到了九州国家 让他独自打拼 现在是时候 让他接管集团了 小豪 我给你妈送饭了 什么事 你现在下留在老处上 给我滚回家 妈 我这还要什么连连活下去 我死了算了 你爸欺负娜娜的时候 你个窩团废在哪 妈 不闭嘴 我给你说 我没有什么垃圾都给我往回见 你当什么大笑 把那个糟老头给我带回来 天知道这么多年 他在外面干的像什么 要我说 你肯定是个强奸犯 只敢欺负女人 这几年在那里收大牢 憋坏了 看我们娜娜好欺负 就想拿我们娜娜歇火 妈 不是这样的 这里边一定误会 你等我爸回来就会见 你还给他狡辩 上阳不正下凉歪 当父亲的为老不尊 你这大儿子的能是个什么好户 那不如娜娜不听劝 说你老实本分 不会在外面干坏事 是个好依靠 结果呢 你就是这样对待他的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林峰 要么 跟那个老变态脱离父子关系 你选吧 小河 你跪着 男儿心下有黄金就起来 你还有脸说话 老尊家的脸 都让你丢弃了 老儿好色真要我 谁让你站起来 儿子 突然鬼 起来 你别叫我儿子 我没有你想的天 我不求着你能像别的父亲一样 给儿子卖房卖车 我也不求着你能让我一步登天 我只求你别再给我添乱了行吗 难道你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吗 给娜娜道歉 求她原谅 小河 家主和外扬 龙龙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更何况 他也没得逞 就算了 姐 你在说什么呢 没有想想就是误会吗 非要把你肚子爪了 要在那儿见我儿媳妇吗 用这眼吗 你还为你的男人考虑 为这个家考虑 可是你的男人 有没有为你考虑 没什么好说的 龙幻 我主真行 我要一错再错 够了 事已至此 你还想威胁娜娜吗 三年前你跪在门前 求着要回归家庭 我原谅了你的活气气子 终究我是你的儿子 我才认你这个爹 我不顾娜娜家人的反对 硬着头皮把你带进了这个家门 我换来的是什么 我换来的是如此不堪啊 当初就不应该让这个老废物进门 爱手爱脚帮不上忙 要起色欣 流氓 终好 做出你的选择 是要的他 还是要这个家 老子 相信 真像是 阿豪唐超有激情 阿豪唐超有激情 你个老流氓 狗鸡跳响 单身就要是吗 你说 哪哪出鬼 拿出你的证据来 自胆都说起害 不见棺材入类 你要干什么 把这个卡叉到电脑里看了 看看你的枕边人是人是鬼 把你都点有喜了 哎呀 唐总呀 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 看人家唐总 相貌堂堂 一表人才 没云如云 咋可能干出和下属老婆通行的破事 就是 唐总可是九州国际副总裁 身价百亿 这是男省顶牛权贵 你看看 是他缺女人 还是你这个贼鬼老爹缺女人啊 唐总 您这是 奥迪豪春一亮 云顶天空 豪宅一众 当然 还有最重要的 集团法务部 制定规征防范风险 责任重大 而你是我力排 重义 唯一清定的 复始人选 各位 虎登天 你看人家唐总这一朵气重的 哪像你听了禽兽的三言两语 就怀疑人家 你的凉息都被装吃了 这清空 你还要看吗 你是我在公司最看重的心 法务部工作以后 交给你 好大老 竟然把集团转让一个臭大公众 中好 你走吧 离开车下 三年前的义务 为了一份工作 死不死 我把你冲进来 救赵国际 这屁股 真可笑 中行能有今天 是你的国王 也不支持 中行名校毕业 能力超人 失业节节高升 要你一个破司机来磨练啊 就算你影响我夫妻生活 就算你跌跌不休病人厌烦 我对不起说 但是你对着我的工作直手画脚 我拼来的一切全部归功于你 简直可笑之气 我的现状你不配说 当年你抛弃弃子 如今你又来坐下机场 就连你的儿媳妇 你做人的底线啊 我抛弃亲子 我没有底线 我被手足陷害 身负俱择 我为了保命 饿得吃老鼠 我怕仇人找上你们母子 我才十年不敢回家 你说我抛弃亲子 我把用命凭来的滔天富贵送给你 我忍着你的埋怨 把你改掉那些坏牢 你说我坐下机场 这些年 你与我财富全世的女人成百账钱 我都没有约来之外婆 就是为了 你说我没有进去 可笑之急 这老头被开穿真面目 才是装疯卖傻了 儿子新婚赚来的家业 你说是你的母老 天底下还有比较够可笑的事没有 东西要不要脸 总好 你赶紧跟他断起这些关系 不然哪天 你喜欢说 为了这个家付出吗 到头来被嫌弃 被诬陷 被所长的一个 没有任何所有的糟糕 你别再压了好吧 没有人是你的国中 断绝父子关系 与九州国际的子 查到了 九州国际 回中了全 三年前 他又回本名 回归家庭 不过 太儿习一家 对他态度微妙 一直将他视为无用之人 极为排斥 悲略小 流眼 周秘书 你塞成柳氏集团股权转让协议 取柳氏名下 云顶天宫门槛 再背车 随我以荆州商界之手 柳氏集团的最高规格 登门主家 从今往后 断绝父子关系 绝父子 对 从今往后 我不再是他父亲 你也不再是我父亲 你的事情跟我毫无法信 请他消息一下 不再入网 我们行动末路 断绝往来 不配做任务 是的 你不配 这三年来 我不计前嫌善想 请给你容身之所 不是我想赖于你 是你求靠于我 你曾有这些人 我确实 荆州商界鬼手 柳氏集团到 柳氏集团 是那个仅仅用了三年 就平步青云 位列荆州顶尖的柳氏集团 女强人柳寇 荆州商界的田区教你 怎么亲自来 既然你们有眼无珠 不识真龙 那我荆州柳氏 愿意三成 与云顶松宫 宫起和钟先生 什么 开什么玩笑 柳氏集团的三成股份 那可价值是买意呢 云顶天宫 是荆州局务结尾的第一好宅啊 这 那不会 搞错了吧 柳总 你因为经验清智 就是为这个冲菜车的 赵夫人 那连他都上不得陈你 那你们全家 连鸡蚂蚁都 柳总 您身为荆州顶流 如果我们哪里有得罪你的 您大可直说 我一借着他 就有点低仇法 我想你应该误会了 在我眼里 你不过是愚蠢 软弱 自私 对老头产妹 没说起傲 仗着父亲对自己的喜爱 反而伤害他的白眼 你这种 更可不配我成 有些人 无云云透深 看似平财 就这样如此 那便大破试 曾经的他 风光无限 地位从高 万众云 而他 为了家庭 退去荣耀 抛弃房 如此难而 天下神经 今夜 我指的钟先生 刘总 我知道啊 你们柳家贵为荆州顶流 但比起我九州国际 是不是还是逊色 他们其实刚才 咱们两家刚刚签下 是百亿定单 只想是九州 说我要是在定单上 随便交出 不两三处错误 定单就能取消 你要强保他的话 就是这一种少生 是吗 那我柳是 求知不得 没有两个臭丫头 年纪轻轻的 找谁不行 偏要勾打一个老窝的废 这个老流氓 花言巧语 最后我女孩子开心 公公 虽说您一时兴起 对我做出了 这般荤唐的事情 未必不会怪您 只是 婆婆还一直卧命在床 您就这样勾三大四 是不是太过分了 钟正船 小妈妈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招待 够了 交代 我钟正船江湖走马数十次 风也好 雨也罢 我叫我向谁交代 你说唐操 今天没你 不愧贪服洪大 那他接近钟毫 就是另有图谋 我不知人 肚里为虫 看不到埋藏的核心 但我知道 而与我诈的小人 永远上不了台北 你说我这个父母 那我就要带你 看山顶和风光 那也是我作为父亲 我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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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你三分钟之内赶到中间 可消唐超的一切职务 取消忠豪的继承人资格 我要重回九州 速清消息 好好好 你不去演戏真是可惜了呀你 九州国际副何等身份 骑士你一个畜开车的 飞去其来 他刚才打的 不是10086吧 这大伙鬼呢 公公 你必须留住你那点可怜的尊严 你到底真是美丽 只可惜你越是这么硬撑 越显得你更像是一种丧家去 你自己留点尊严不好 没准等每天中豪心情讨呢 还没办法 不懂 有些时候眼睛界的别闭是真的 要用心去看事 你就别再惺惺不散的豪宝 你哪怕一意孤行 把事情闹到这个地上 东袍都直上 离开保你明事 你却还要在这 你对得起他的良苦用心吧你 你们是想闹笑闹到什么 周先生的人体 还轮不到你出来 同样 他的明事 你用不着你来操作 今天我代表荆州流水 全力就不过 林浩 你是不是小时候缺爱 就喜欢这种年纪大的 感谢刘小姐的父爱 要去教育孩子们 你用不着 一群跳梁小丑 你为用一些板牌的照片 便能翻云覆举 我若说这些照片是假 你们也会说这是视频 这种各知一词的谎 实在不错 所以实力来说谎 实力 你有个毕的实力 你不过就只会躲在你们身后 滑动取宠吧 公公 你今晚屡次胡作非为 无非就是想挽回周豪对你的尊重吧 但是尊重从来都不是靠能说的 你们俩还真是一场 山洞我和小豪断绝关系与你们有何好处 当场上的明刀案件我欠得多了 你们无法揣起 你所轻视的 修静时所等的存在 别再装了 装傲 作为他的父亲 你根本不知道年轻人想要 你给不了装傲想要 作为一家之属 包妻妻子还亏视而惜 装傲 事已至此 你还不和他话听姐姐 真好 唐总说的有道理 你爸他今天屡次犯错 还强行狡辩 没准他还想着下次再犯呢 其实我一直都不忍心告诉你的 你爸 他看我生气的眼神 赤裸裸的 就像我没穿衣服一样 我是真的很害怕 这个呢 是一份断绝父子关系 法律文件 行了 你与中正传 就在我半点关 你的财富 你的权利 你的遗产 都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唯一的受益人 就是你的恶法妻子 懂吗 九州国际首席执行官 负承欢道 九州国际首席执行官 负承欢道 副总他真来了 九州国际的执掌人 这种大人物 千世诸家 莫非 因为他真是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之所以能在九州国际有所成就 一是靠自身的努力 二呢 是有逃走的 这一发 要是他真有一个电话 就能照来复古的经历 那他中正传 就是九州的大人 但是 九州国际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窜起 早在七年前 他已经是国内的 一月后 若他真是九州的幕府 那他早都可以轻轻回家 为何要等上十年之久 你那副可怜小男神的副 露出本来面子 周豪是我的老公 他可是要一辈子跟我长相厮守的人 我可不允许 他造人欺骗 哪怕是他父亲 父子年纪打断骨头领 骗他的人 绝对不会是我 那个时候 我最大的敌人孙玉珠 还没有靠台 我不敢回家 更不能回家 至于我的身份如何 就让他复成胡安 亲口来说 你还真把你自己当成九州的大佬了 今夜首席秦职 当然是因为唐总的事 这样不加中豪而来 你嘛 中豪 今天晚上 唐总 先是以豪车相走 提携你高升为副总 如今 又引来副总 中豪 不日 你一定能飞煌腾达 平 感谢唐总提携 客气了 你本身就能力灼燃 又已经被副总所看住 我不过就是顺水推舟吧 南枪 你好大的胆子 恭敬副总 副总亲自 小的深感同性 日后必定努力工作 不副副总中望 您是谁 您被高权重 之前在九州 您应该跟小的说的话 我就是唐总给您引荐的 法务部中好 进 副总 您应该跟唐总很熟悉吧 他执掌公司法务部 于人之下 换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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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人之上 他算什么东西 进公司不到两年 与真龙特殊 十足废 副总 您这话意思是 九州集团 首席执行官副总团 大约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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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可能 九州国际 董事长 我爸是董事长 一手把九州国际领导 全球顶端 为了家庭 又干于平凡的为男子 终于出生了 董事长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他就是个初拍车 怎么可能是董事长 董事长的身份 求你来质疑 事情我已经知晓 既然你们这么独地 中行能力过人 出类拔萃 是丁州商界的后勤之秀 对九州集团贡献巨大 今后他也会越战越秀 凭自身的能力 不如上流社会 那么我就给他俩一个机会 自今夜起 开出长朝九州国际 保护老土批职 中行 剥夺集团继承人资格 永不录用 权力 废除 奖金 收回 快想 我今晚的一切都是误会 误会 娜娜 快快 给你姑姑斗窃啊 哦 哦 求求你 爹 听了 你也怕不错 对对对 我们不该上风改护 不明是非 该打该打 那你还愣着干啥 还不敢来道歉 这可是九州大的亿万身价 什么样的女人见不上 怎么可能放到行孩子 轻搏你的 这一定是什么误会啊 主 您是妹妹的体系人 您看我怎么样 你这个贱人 周叔要是真需要有人照顾 我柳寇费有当心 他龙得到你 你那张嘴下水到的闲程 柳姑娘 你年纪轻轻 骂起人赖 这么狠 不好意思 让周叔见笑 对对对 是我们不对 我们心里脏 可是 阿豪他毕竟是你的亲儿子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何必搞得这么生存呢 你 你 你真的是九州其他董事长 现在说这些还重要吗 为什么不重要 你明明可以说出来 说出来你的身份 说出来你是九州大老 大家就不会对你是自由人 我也不会对你说的话你信 我 说你不要鬼 男人膝下眼 红金 你听了吗 我说他和藏朝有奸情设计害 你听了吗 我说我护你三年是为了魔力 你听了吗 我说他藏朝暗藏祸心 我说我的身份你无可估量 你听了吗 你听了吗 小豪啊 我的话你从来就没有信 你信的只有你心里的偏见 任我说的再多 都不会有所开关 哪怕事实就败在你的眼前 你最先想到的依然是质疑 向上攀登的路 难免会遇见很多困难 但是只要我们夫子动性 同舟共鸡 就没有迈不过去的 让我生心的 让我生心的 不是我面对什么心 挑衅 欺骗 陷害 以及这帮挑了行程 让我生心的是你 我疼我儿子 说不好 我 我 不要再叫你了 经此一事 我明白了一点 当你身居高野的时候 你的周围 全是赞美 都是好人 可当你落魄了 就两河沟水 必须达到月区 你所追求的 是尖尖 是平安 万人景养 你和这帮人的最大追求 就是这些 可你们岂可知道 这些东西 你与我儿子 出手 签了吗 从今以后 你和我儿子 可分天意 签 周浩你签 有几个授钱了不起啊 一个家 难道就是看谁有钱 谁有地位 如果有钱 就能来管我夫妻的事啊 你走上了人生巅峰 看遍了山顶风景 就想起到了家里的前二老小 想要回归家庭 你自不自私 凭什么接纳你 我说过了 仇人未宵 不敢回家 算了 成婚 我们走 是 别别走啊 信家 你先别走嘛 咱们都是一家人 有事好商量吗 那个死丫头 他不知道钱好赚 我知道 书官 先告死方 终定成 实际归来 是 给你个钟告 男人 要有 我 송数 你一直酷运儿子多年 就让他打算放弃他吗 我从小没有陪在钟告的身边 导致他的性格 汗 你懦弱 甚至天气 这些都是你 您不是真的要跟他断绝关系啊 一代人还一代人 就算儿子再不孝 咱爸也不能放弃他 先让他跌到谷底吧 这样他才能仰望光 可是这样太委屈您了 他一定会记恨你 爸爸对儿子都像妈妈那样 事事关心许晗问我 也许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但是面对敌人 就有些不秋风死罗言的人 斩死出根 您不打算放过唐朝他们 放过他们 豺狼欺上门了 突然觉得等不过了 见识不妙就想跑 这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您是喜退为鉴 忠哥 如有差遣 我荆州柳市定全力以赴 唐朝掌管法务部 或许是看到了 我把九州转让给忠豪的法律文件 心生忌妒 拿起了我个心思 是我书宿舍不得孩子套不来了 他们有什么手段就使出来了 我都要看他 是我的刀印 还是他的牙尖 失败了 空溃一溃 那个老头子 竟然是幕后的大脑 别整个随意 你老废友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什么是不是真的 你接近我 夸我美貌 赞我气质 其实都是假的 都是因为你另有所谷 不然 你以为凭你的自色 我能看得上你 你这个臭事 我是书上 那你是你 人家可不得婊子 你是人家 臭婊子 好了好了 还是闹得不够吧 说吧 你原本的图谋是什么 对 你在法务部看到了一份文件 九位董事竟然集体同意 把九州国际 让给忠豪 所以这么之后 我就有意接近洪娜 还想尽办法千方百计 让忠豪那个被我爷离开 再让忠豪意外死亡 这样 洪娜就可以名震言顺的 继承他们所有遗产 你想杀了我 不对 你的接任者词 是九位董事一起决定的 不可能他忠正传大嘴一张 这张法律文件就失了效 还有那个证官 他身为执政官 但他他妈一见语 九位董事早就对他们心声不满了 他忠豪已经有了继任者的资格 要是还能得到九位董事的支持 我知道 让忠豪 拜他们没干爹 成为自己人 如此一来九州国际就不再是他忠正传独有 而是忠豪和他们共持 对 太他妈的对了 九州大佬很了不起吗 是 九州大佬是很了不起 但是 我们可以把他 扶持成为新的九州大佬 朱芳 嗯 你觉得 他对我印象怎么样 庄耸 成熟稳重 对待任何人都不会轻视 和他在一起 如沐浴春风 我说的不是这个 六宋 你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 不行吗 可是他有老婆 十年前就已经离婚了 我不是没有机会 可他的年纪 你觉得我是嫁给卢乔那个仗势欺人的公子哥好 还是拼尽全力争这个伪男子好 这 去 给南省卢家 发寒 退婚 忠说 这是柳小姐送过来的云顶天宫门槛 我拒绝过多次 但他态度坚决 随他吧 鸟靠看似风光 其实基于他美貌才是的人中毒 他想以我为强缘 也帮扶一点 好 我以后会多加跟柳氏合作的 嗯 我付出的消息外界作何反应 外界震惊莫名 但集团内部 九位独立董事 态度模糊 财博动人心啊 九位董事达成一致 便能辅决我的决定 不得不留后手 准备一些礼物 明天我去一趟汽车公司 把留在那的董事长印了 顺便拜访一下 有钱了不起 这是内幕区域 听见没 听到那边撑不上去 兄弟 连你钟哥都认不出来了 钟哥呀 你真行呀 几天不见 这是给哪个富豪当上司机了 对对对 给一个富豪开车 弟兄们 别打开了啊 钟哥回来了啊 人家跑上小富豪了 哎呀 来来来 弟兄们 哎呦 人人都有 哇 滑子 钟哥真是阔了 你看这三年 弟兄们 一口一个钟哥叫的 这我心里都记着 哈哈哈哈 钟哥 你们都混成这样子了 你看 哈哈 混成这是啥吧 哎呀 我跟你说 大老板 就是我邪法 哈哈 哈哈 一直中央的大老板 李贵兰 是你心儿 对呀 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哈哈哈哈 说你胖还喘喘了 哈哈哈哈 这是咱是大老板了呗 哈哈 这个环球不敢开 李头老师听见了 什么样的光呢 都会在这干什么呢 还不快去出车 哎呦 怎么着 几天不见 吃上软饭了 啊对对对 扒了个小富婆 软饭硬吃 哈哈哈哈 小富婆 剪破烂了看上你 那都算瞎了眼了 这几天 你无故矿工 你被辞退了 赶快滚 我被辞退了 那有 有补偿没有 你还想要补偿 再不滚 你信不信 我给你两脚 这么厉害 哎呀 幸亏我现在不差钱 哎 我就先说 我可不在这种人手底下遭罪了 哈哈哈哈 笑 笑什么叫 不想干了 他给我站出来 跟他一口滚 几枚弄眼的 显得你能是不是 赶快滚 我还得拿点东西 就几分钟 不耽误 哎 摸了这枚董事长 紧张 也能调动影被 扫面一千年鬼神 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放进来 你这个保安也别动了 你们看不出来这东西是讲的吗 就凭他 滑子 毛子 他买的起不他 喂 你够了啊 够什么够 我在叫醒我的下手 他们都不敢吱声 怎么 你要多管闲事 李舌头 你曾经说我几句 我不跟你几句 但你不能欺负我的地球 我就欺负他了 怎么的 你咬我呀 我还欺负他了 怎么的 忠哥 你先走 我这是批操入后的 没事没事 别怂啊 有本事强出头 那就摆平道理 一会儿动起手来 我看他们谁敢帮你 我还欺负他呢 之前我有大事 任由你占着身份 胡家胡威 你今天你的好日子斗屠了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 啊 庸叔你再说一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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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哎 你看啊 啊 啊 你来 你来来 开除了 周振船 你敢打我 你完了 你们做完了 开除 宣布开除 好大的口气 这是除您前妻李个兰之外 其他扶费人的转卖协议 从今天开始这家汽车公司完全出 那我已经费心了 一家小公司而已 您客气 现在你可以滚了 我不信 我要跟我继续打电话 我以十倍价格收购 就是十匹第一个母亲 能兄弟 弟兄们 这三年咱们的一个国里 我也没有什么能送 这些股份 我送给大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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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哥 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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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榜上的小富豹 不会就是这位美丽的女士 别想说 这位可是荆州柳氏集团的老板 传出去坏人家名声 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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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你听了千万不要生气 什么事 你先答应我 不要生气 好 我答应你 无论听到什么 我都不生气 我受到唐超邀请 三天之后 在帆船国际酒店 说好 要拜九位独立董事为干爹 现实 全球直播 名流见证 女士们先生们 第一夜是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有中国际 同化欧亚的顶级台团 第一夜 将迎来他新的主人 多少年 没出现的盛话 九位董事齐聚 翻手可负一锅 自打负存翻大权在握 九位董事就告别了舞台 眼下重新出身 还是要重整山河 各位 九州住九鼎 九鼎定一言 我九州国际 历经风雨 如今是霸业已成 身为何和 而我等 垂垂老矣 也到了该交权的这一刻 不 各位董事 中豪呢 是中正传导的 但他心性俑弱 毫无阅历史不断 要是把他推在台前当作腿 诸位董事垂帘盯着 我问九人盖的账 我将设计实际权 你确定中豪 陈大事 岂能够帮一个人攻击 不过 我可以确定 中豪父子已经反目成声 赤铜水果 可神之 中豪阅历手段俱佳 是来九州国际 董事长国二人选 经董事会的考核 中豪即将接任 黄蒙诸位同外 今日得拜干爹 来中豪之幸 也是九州之幸 及时已到 行礼 我不同意 中振船 三年前你突然离开 回回家庭 可曾考虑个公司的损失 曼董事 中豪离开时已经做好一切安排 你手的安排 就是让你副政官上位 默示我们九州的利益 九州国际纪念争争日上 无不证明是中豪安排 回来默示一说 东豪 你看见 这才过了多久了 你这个便宜老爹 就已经勾搭上人空了 现在更是带着外人来指责我们九州 这种对家庭和忠对兄弟不义之人 人人都而不知 今儿是你翻身坐舍的日子 离开九州 是我考虑已久的事情 不只是为家庭 更重要的事 当年跟我一起打江山的弟兄们 可同患难不可不富贵 那你倒是双手 我们是如何不可供负贵 我九州国际家大业大 你们早就财富自由 富家一方 可总有些人 恨得无言 网顾我几百万员工的利益 做公司的助手 你们几个心里有数 罗瑶处置 必当杀法阶段 可我不想兄弟相残 所以才抽身离去 此番苦心 你们知道吗 全是借口 谁能证明啊 倒是听说 你那个变成神经病了 全都是败你所做 是我对不起你们 周豪女听听 他亲口承认他害了你吗 看看这个冷血的情感 你不过就是犯人的命点消息 他就要取消掉你继承人的资格 不以证明 他在这 是多么的自私 无情 他甚至从小都愿意把你呗在身边里承认 你们二人之间 有半点父子之情可言吗 周豪 听我的现在赶快快跟店 只要你现在一败 获得了九位董事的支持 他中正传就再也没有办法取消你继承人的资格 到时候你就是新的九州大民 黄成 没想到你如此惊险较诈 总是如此 你给我闭嘴吧 不成话 你以为你的CU还能当几天 啊 等忠豪登顶九州大楼 第一件事就是撤你的汁 到时候 我要让你像狗一样跪在地上 向我扬尾起连 唐总 无需作业 时间差不多了吧 终豪 此时不败更 没合适 梦头是道行经验 赶快快跟店 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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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豪 拜见九位跟店 想当年 你装着他多个威风 带你们九州 横扫一切 孙玉柱 让我傲奸 你得付手承拳 有几年的回归家庭 让我看到一个垂垂牢蚁 不求上进了暮路英雄 还有当年的火卫 现在连自己的儿子管不好 有什么指考 在我等面前 要不合流 带上 从今日起 终豪 就是新的九州大伙 而你 将第一个被扫 出门至于你 将会变成一条 无家可归的丧家之犬 恭喜唐总 若非唐总运筹为我 钟豪 如何能当上这个董事长 恐怕 早都被这个糟老头子给罢免了吧 还是唐总厉害 一下子九宁风翻盘了 钟豪 赶紧下令 不成婚赶走 还有这个没良心的老爹 如果不是他 这段时间 我们也不至于 赚心惊的 从今天起 我就是九州国际董事长 决定数百万人的 总方法了 你这孩子 白纸黑色的 难道还会有假 半斤中 钟豪这兴奋获作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当然了 由我们九大组织的概念 哪怕他中镇 再大的抢 无法推翻 董事会的决议 今天起 九州国际董事长 一言并生死 钟豪 赶紧下令 好好想想 他也是 对他 要不是因为他 我怎么可能这么多年都握冰在这 还有这个叫复仇患的女人 当然了 还有我们可爱的漂亮的 后屋总 不知 要是九州国际停掉 一切与柳氏的业务往来 刘总你做何反省 当然了 我这儿 还有一张总统 如果刘总还想获得九州国际的支持的话 不放心吧 来我房里一世 狗上龙世 哎 我这叫邪天子以令诸侯 从今往后 这九州国际就是我们说了算的 是吗 我应该是我们说了算的 当然应该是你说了算的 但是你初登大了 横超呢 初力甚多 你可不能含了功诚 孙女 确实不能含了功诚 顾重华 你还不跪下求饶怎么办呢 不过我看待你身材还算不错的分 我可以允许你做九州歌舞团的领务 否则的话 以我九州国际的能量 从深中让你没饭吃 叫人嘴吏 卑鄙无耻 鸭尖嘴吏 失败者的权费 宗总 好吧 宗啊 你没想到过我心 你那天罢免我收的 杨阳得意去哪了 现在看着这个被你罢免 继承人资格的儿子重掌大权 你要做何感想 宗豪 还等什么 下令吗 宗豪 我下令 宗豪 你都拿到最高 九州国际 你 从今天起 赋成欢 维持原位 继续担任九州国际CEO 宗豪 你是不是说错了 这三优 应该是唐超啊 宗豪 你 你是不是恐怖 宗豪 你应该提携唐超 他才是那个让你当上董事长 黄晨 你平时说错了 是吗 把嘴给我闭上了 我刚说的话你听不明白吗 你 从今天起 任何公司敢录用唐超 就是与我九州为敌 终后 从今天起 罢免九州国际九位董事 永不不许 好你个中行 你确定要走到我龙里城对地面吗 为什么 你做到一切了吗 做到一切了吗 为什么 行对 他 是我父亲 这不可能 他都那样对待你了 你竟然还认他 你竟然还认他 郑志传 你数年魅归 父子感情办法 他怎么还会碰你的 父子绝心 血终于 不是父亲 你提醒我 你会不到你这种感觉 小豪他再不起 也是一个思维咒证 任凭你们一面之词 就想让他担当傀儡吗 爸 让你受委屈吧 你们这对狗男女 真以为我眼就瞎了吗 周周豪 我妈他 他也是为你好 为我好 好到别人床 真以为不是我王妃 真以为我是你 我是个堂堂正正的邪门 不是这样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不知道 你为什么还 因为我想到 你们能无耻到什么时候 你们不单单想让我断绝 你还想让我断绝 还想置我于死地 还想侵吞我终家财者 这样的东西 不要姐夫 周豪 你说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周豪 你就 饶老龙马吧 你放心 有我看着他 姐夫 大不了以后 我跟我姐一起照顾你 你这样子要跟我姐断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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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培养出来的毫无 厚颜无耻 不配弱终家 周总 啊 亲家哥 你看看 他们夫妻姑娘的份上 你劝劝中豪 我们毫不肯定 你有机会继生豪门 你可不能犯了这种关系啊 有眼无珠子 还想继生豪门 刘总 你不是一时都爱过我朋友吗 这是你这次能帮我 日后 我也会帮你啊 啊 路上 我已经把这村床吧 那个柳寇 就在这儿 陪着那个二十货 他清楚了吗 那个男人什么来历 早茶在底涛天了 他就是个无能的废子 他放弃妻子 老婆悦病在床不起 三年前回来 求着儿子才有个做错 他现在抱着开出租车某生 哈哈哈哈 消失那几年呢 听说他儿子 在整中国进去 不说 您担心有点多余了 龙生龙凤生凤 他儿子 就是个孬种 是唐朝扶持起来的傀儡 我已经把一切都分辨 我一定要让您取回这口 是因为 就照给卢沙的安排 还去几天 你 你不是说中行动手无能 是绝战的困理吗 我以为你才是废物 你是有言无知的废物 你们真以为有人会认贼作物 我不请让我认清了你的臭 我今天也让他们看清楚 你们这些董事 到底是什么样的伙子 背信气血 团格无限 享受着荣光还在背后里使坏 我们人在 很丑 一见无能 类似三军 他有一点的眼光 也会想给你当董事长 你们以为 背叛了王冯镇成 就这么容易 做人有限 之后好相见 远不成一项鱼丝网炮 再说 董事长的威力 就给你儿子 你还想这么大 这还不够 你竟然把九州骨骑引尾标出来 儿子 今天 已经让你看看 面对敌人 你光是嘴上水 不要心慈熟 要斩草除根 不留后患 你怎么找 说你爷爷 这些事不是我想干的 什么医生 他说是我的 哎 还有红的啊 我不喜欢他 都是他供应的我 放屁 彭超 你还是不是一个男人 妈 错了 我们都错了 我告诉你 这些可是九州国际的 一位 要是现在还不跪下来道歉的话 到时候我们都得死在这儿 哎 七两路 啊啊中总 您当然有大量 饶了我们吧 但是他虽然有错 但从致死呀 中好中好 你就看在我很多年后期的情分上 就饶了我们 他们不是一直都想要孙子吗 生 晚上回去就生好不好 姐夫 我们错了 你放过我们吧 我可以和我姐一起照顾你的 那三个 滚到一边上 可怜之人 比我更笨 没错 要换动他们是今天的胜利者 我们也好 孟一新 我们不想背叛中哥 是你一直在背后 蛊惑我们 就是 黄一新 你才是最快活手 中总 你们这种忠心忠忠 你这么拉 一直在背后山火 要出去 一群白眼狼 你们早就看不惯傅成欢 他的上尉 让你们落到钱 一个个贪神帕斯的东西 虽然我们已经没权力了 但是我们还有股份 你就放 你放股份 这样就为什么 你能给谁 你敢给谁 谁又敢见 孙玉珠 孟一新 你怎么干把股票交给孙玉珠 是 那可是忠哥的医生给你 江熊熊 就是他当初害的忠叔 流离世子 忠叔叫你回来 势必要报受血恨 哈哈 你以为的挽出来了 为的窮户 我还什么不敢 你不让我们兄弟们好过 我也不在乎股份给谁了 既然你一心求死 我就如你所愿 你为 大 这下完了 南省卢家 卢乔公子到 呀 这是演什么大器 卢少 你是来救我的对吗 你是谁 卢少 他就是唐超 对对对对 我就是唐超 我这已经是 仰慕卢少许久了 今日能得见真言真是三生有幸啊 你就是那个开出租的 没错 我就是那个开出租的 我的老婆 其实你能染指的 有后 好久不见了 但是 这个卢少 他就说爱的 你 乌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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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长 怎么 还有这么多人 想看我 可真说爱 柳总 我们卢少 可是听说你造了麻烦 这些千里迢迢 特意赶来帮您的 不必了 我柳士 早就已经在九州国际的帮助下 擺脱碰子 别 千万别在你微风风面前 说的话 你想想柳士 怎么可能得到九州国际的人 别撑我 莫非卢少 不知道钟家父子的真实身份 卢少 那个开除军队的技术 有你说话了 完蛋了 这卢少根本不知道钟家父子的身份 我现在就有卢少就有了 柳寇 你我卢家的心意 你柳氏想要什么样的赠赞美 别说一亿 就是五亿十亿 我卢家也拿得出来 我的心意 你还不明白吗 卢少霸气 是件女子 谁不想嫁个这样的男人 我柳寇高峰不行 我柳寇想嫁的 是那几天姿的 你这个意思 我堂堂卢家大少还配不上你 一眼瞎了 看上一个开出租车的 还是一个离婚的官夫 你把嘴跟子披上 我母亲还没死 柳寇 你睁大眼睛好好靠 站在你面前的 是南省第一豪门 卢家大公子 你真以为你跟九州国际签了百亿的合同 就可以帮你丢了 我告诉你 你不跟我们豪门联婚 你很快就会打入原神的 来 先替你 卢家炉桥宗格 动柳护柳小姐 现金一夜 帝王翡翠一座 南省紫云亭 庄园一座 客词下片 不错 此番前来 我就是让你明白我最心意 天哪 紫云亭庄园 有钱都买不到 非权位不可助呀 真是好大的手提 哪怕是在国内 能拿出这种聘礼的 一比几个 哪怕是有人送我其中一件 我都嫁了呀 我执你柳家商务坦坦 小小片子 不成金一夜 刘总 看来卢乔是来者不善 准备充分 准备的再充分一种 在中国面前 这也是提起国说笑 是啊 钟总虽然明义 但重情重义 如此为民主 才是当事第一 最佳对象 南省卢家 好大的威风 当然 如柳两家 若是能联婚 那就是强强联手 刘总 被称为商界第一名 可是我们家 不算是良配啊 啊 很谦不不耻 可别舔着脸送上 你 莫非你真的看上 这个开出租车的 是有什么 好一个柳氏 好一大舔不支持的狗 原来传闻是真的 你竟然真的 喜欢上一个 待在二手 还兴师动众 我已经与你退婚了 我不是 也不用你 退婚 你让我卢氏 在南省颜面尽失 我今天过来 就是要把颜面 全部找回来 让你们知道 南省卢家 不可入 我要让你 还有你这个 开出租车的 柳寇 会因为你们 拒罪我 无事不成 你说 我 直扬 毫无背景 当然 柳寇这样的女人 只有我这种豪蒙 对公子才能为 进行 你们这些平民的地儿 柳寇的手法 自己的义母 三分地儿 不合育 才是正度 如果我说 九州国际 会帮他们出 你又 九州国际 CEO 负责 知不知道 九州国际的CEO 还比一国元首 就凭你们这些臭鱼烂鱼 你说你CEO 我还说 我是董事长的 在下 正是九州国际 柳寇 你身边还真是 尽出人口 说的挺像的 我没事 可惜呀 演得太假 太不专业 学校我 我 吴乔 九州国际 市场 张礼 有没有 吴少 你这气质才足啊 吴乔 我知道你是一个仗势 欺人的公子 但我没想到你这么惨 你连站在你面前的人 是谁都搞得清楚 就敢在这里口吱狂躲 你怕是真不知道 死字怎么行 我不管他们是谁 我只知道 今天我追你 还有这堆父子 这糟老头子和他儿子 今天都不得好死 来人 把这堆父子 给我扔到合影 我要眼看着他们厌尽 你要靠 我要看你 我痛 是 你还不信 你还不信 走 你到底是谁 你们到底是谁 你快回头看一眼 我问你 他们到底是谁 两人谁忧啊 是第一任董事长 是现在的董事长吗 你总是这么高高在上自有事 但是你才为你们族家 在九州面前无异于楼尹 你不是一个开出租车的吗 我是开出租车的 可你明明是九州国际董事长 这我也不否认 那你为什么不说呀 像你这样子的楼尹 还不配中书出租车 你真要嫁给这样一个官夫 给这小子当后吗 嘴巴放干净点 如果非中书我柳氏起能度过难关 乱身份 这边我给你来更紧 乱人品 钟哥也是顶天立地的好男人 他才是我柳哥最值得爱我的 柳总的故事好你 这是想一举将钟总拿下吗 柳哥 咱俩上一空约 你当时有什么面 对一个老男人事 你快问完说已经听到如是 你我 你以为你是谁啊 是我男时不是修了你这个水性阳化的臭饼子 但是在这之前 你得好好做 谁也别想做这个精神的新郎 胡乔 你堂堂奴家大上 你难道做了吗 我得不到的东西 你们谁都别想得到 你咋说你总是这么自以为是 那又怎样 就算你们是九州国籍的人 又能拿我怎么样 自老同志 你别过来 伤了你我可不服责任 年轻人 劝你别不知天高地厚 刘总对我九州国籍也算无人 你难守无事 难道要挑衅我九州国籍的长 你没人搞错 我管你什么九州国籍 今天 我就要好好尝尝他的资美 我怕你有心无虑 死老头 你真的我怕你九州国籍不成 今天 谁能奈我喝 搞不如的东西可学别人绑跳 你到底想干啥 老头子 你动刀的那一刻 考虑过后 如果卢家知道了这一切 只怕你是 你 不可能 你不可能抛弃我 你的生死和卢家的存亡 熟清楚 好歹是男生第一 九州国籍不可能和我们开战 你动刀的那一刻起 你卢家就从南省出名了 我九州国籍一直奉行 朋友来了有好久 豺狼来了有猎枪子 你敢对我的伙伴动刀子 别怪我下狠手 谁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不能这么对我 主主 是我要养活着 我求求你你饶我吧 你们几个愣子干什么 你还叫奴家大手东西归上来错了吗 想死吧 赶紧道歉的 清川 我 你醒了 你又可 你听到了没有 他老婆醒了 你不可能嫁给他 恭喜他儿子还在 你怎么可能嫁给他啊 他是否选择我 我按照他以外 不可能 你常常天主教女 怎么可能单脸一个老男人 要把这个老男人位高权重 你应该选择这个老男人 你不选我啊 何总 现在还不是好时候 你让我再缓缓了 春哥 我知道你再有离婚 我只是想问你 院面已经能不能小心的你 你姑娘 虽然我已经离婚多年了 但是在我心中 我的妻子一直可以办法 这才是我心中的父亲 此方有柳氏相助 在下可记不记 你有情厚 现在我要去医院见我妻子 春哥整天立别好男人 自己有通通 我柳氏只是走过过程 只是 我都有麻烦的方法 才王中 让你自己接 刘总 你是叫我柳仪 说 这交给你吧 是 干净 干净 嗯 孙总 九州国际这么大 九位董事 请请马出骨饭 九州国际的九位董事 决策事 交出了手中的权利 这最后 北国道歉离场 三天后的全拍卖会 将拍卖这批骨饭 我和宗正传到这么久 这一次就是我踏入敌人里 非加净 干 孙总 这都国际事大 怎么一旁运动啊 你恐怕能够成事 什么 跟他的谋 巨量巨龙受的亲 最后肯定是优美他 你怕是还不知道 你老婆就是我害 可是 我看那四大家族 你很喜欢 当然是 我全都在你回戏 这些九州国际 北疆孙氏就是当事敌意 我根本不放的人 孙总爸 贵兰 你终于死了 妈 郑船怎么没来啊 提那个丧能兴干什么呀 如果不是他 你怎么可能 躺在病床上这么多情 就是呀 中豪好不容易有点起色 他又回来 亲家母那边 对中郑船十分不满 家里也是闹得乱七八糟 眼下呀 中豪升职在地 他可千万别拖后腿 影响了中豪升职 就是呀 我还等着我侄儿升职加薪 好提携他的表弟表妹 好歹也是九州国际的领导 安排个把个人 不是轻轻松松吗 妈 你还有脸来 如果不是你 我女儿怎么可能躺在床上 这么多年 我这里不欢迎你 你跟贵兰早已经离婚了 别出现在我面前 外婆 小姨 你们错怪我吧 错怪 要不是他 你妈会躺这么多年 要不是他 你会从小没有父亲 不是 你爸 就是个扫法姓 穿 妈 你干什么呢 你别说真传后 其中有误会 我发誓 从今往后 不会让任何人再起 几年没见 口气还挺大的 就是 你知道我姐吃了多少苦吗 你知道谁把我姐害得这么惨 你是能替他吃苦 还是替他抱头 你说啊 你能干什么 不 你 你们这是干什么 别以为你这样 我就能原谅你 周航 一起来 周航 你快起来 你爸的事情与你无关 不再自杀 我和我母亲大手为报 我做儿子的 岂能安心 你应该 妈 你放心 我说到 贵兰的后半辈子 不然 无论仇人是谁 我都能让他飞飞烟灭 你吹什么牛 你一个开出租车的 我能不知道 你有什么资格 去贵兰报仇 你知道他仇人是谁吗 是谁 姐 你说 是谁把你害得这么惨 我倒要看看这个丧门星 怎么替你报仇 散了这串 我们小门小户的 惹不起 我们再次看到一个儿子 回心了一几 我们不认识好不好 听到了吧 你就是个没本事的窝囊费 我女儿嫁给你 倒了八辈子没 你要是有本事 我女儿怎么不说 现在 我们家 就慕望着中航出去了 你可千万别惹似僧妃 影响了中航 外婆 你误会我爸爸 爸 儿子现在是九州国际的董事长 不管是什么样的敌人 我们都 中航 我知道你替我报仇的心思 也知道你要顺着加仙 但圣诈哪有顺着董事长 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 校业 我没开玩笑 是啊 他就是九州国际 县 直属 这是 这 这 这不是电视上经常出现的北京孙氏集团的掌盲人 孙玉柱吗 他怎么来了 呦 这不是孙董事长吗 您怎么来了 确实是你 孙玉柱 你居然敢敢出现的 我看 我看 总正主 我能跟孙总长说话 您知道什么身份 你什么身份 放尊重点 孙总长 您身是 小孙 光临 好 谢谢谢谢 这姐 多数得罪 害情接力 就是他害了我 他就是凶手 他要给凶手 姐 你是不是搞错了 孙总长威张权重 怎么算是害你的凶手呢 又是化成灰灰博日子 我来你们做 哈哈 你搞你的事情就是个意外 我今天和日怀政 亲 来向你们当千 亲 这关 我们叫的事不需要你管 好 孙总肯定不是有意的 再说你妈现在已经好了 就当独讨了几年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先开点 以后有了孙总这样的大人物照顾 不是也方便一些 孙总啊 孙总啊 虽然这事已经过去了 可是我姐比你在床上躺了这么多年 您看这精神损失费 多少是不是 一百万 一百万肯定是不够 两百万呢 两百万肯定也够 这五百万是我的成立 够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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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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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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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什么来着 怎么 你知道了 中豪已经继承九州国际 成了现任组织长 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居然不知道 中豪 不 你真是九州国际的董事长 我们家的事 还轮不到你做主 北江孙氏不过是偏忆语的门法 为孙玉柱 居然不是好歹 有五百万来挑衅我 使了熊心肚子胎了 自从知道 九州国际是你中正常常前 我就没有一天 不安静 所以 我得知 贵夫人苏心 我第一时间正在事后 就是想我干戈为我 咋干什么就 现如今你北江孙氏 在我九州国际面前 如果是一句土口 你还敢挑衅我 好 咱们就新冲旧账一起算 我亲眼看 为非烟面 九州国际确实有实力 压得我北江孙氏抬不起头 可是你别忘了 在你九州国际之外 还有如多 我们的侯门权贵 现如今 他们联合前 组建了 好几段 不好几段 没错 你四大侯门没守 组建了 不好几段 你若失去 假如 我也不妨遵你成大王 我们一起 你若是故事好歹 我们也不会贯着 你要知道 你九州国际 也不是铁板一块 现如今 九位董事 齐齐出丑互分 说不定 你儿子的董事长之辈 也足不分 龙总 你我之间的死争 早就过去 这个事情 将就弱肉强食 话语权 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 富豪集团的出现 几苦 一个让你们九州国际 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你我若是同心心 一场天下 也不是什么男人 什么 周正传创办了九州国际 孙玉柱代表富豪集团 拉拢中正传 这么说 中豪的九州国际董事长位置 是真的 那我家要发达了 可是我之前得罪了姐夫 她会不会怪罪我 没事 只能有姐姐在 那根本不算事 志传 九州国际是谁 姐 九州国际可是我大厦 最知名 最有事给她起 早知道是正传创建的 我们家也不用这么熬苦多年了 正传 你看妈当时把姐嫁给你 就知道你有出息 你看看现在 你是我全家的媳妇 妈你说两句 这可是你稀罕的女婿 正传 这么多年 苦了你了 妈 我欠桂兰会皇帝 这也是我欠你的 怎么样了 庄总 我们富豪集团 很看好你们情 加入我们这个大大集 执掌天下 就在什么 姐夫啊 你就答应了吧 这是多好的机会呀 跟孙总亲自上门邀请你 这该多有面子呀 执掌天下不过是你一个人 我九州国际行事 可须看他人脸色 这一负好几个 在我眼里不过是一群草狗 和商务家 做什么 虞不可及东正主 费定口声可是为了你好 你便不识抬举 又好 四大世家传承千年体育身后 他更是世间权贵的脸面 你是你现任董事长 难道还要听这个老东提的建议吧 你 我父亲的意见 就是我的意见 那就别怪我没提前提醒你 你九州国际的董事 已经在出卖股份了 以我富豪集团的实力 那就不饿了 你的事物上升 到时候 要让你们父子俩 重蹈十年前的惨剧 哈哈哈哈 你们还有三天时间考 三天以后 玄黄拍卖会 我们前人小事 事业在你我一心之间 你们还有三天 三天后 我拍卖会 事业在你我一心之间 我们本来就是退手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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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她 是 孙总请自众 喲 今日不见 你一天长 好 我总怕这贵人多了 是 以为抱上了九州国际的大腿 就可以高僵俱忧 我当初是怎么求到我北江村师的手上 别忘你脸上贴金了 你北江村事 只会干落井下石石的事情 想让你们选择 驾驶 小小柳氏 会将尊师面前大放学子 算了一处 柳氏是我们九州国际最亲密 你想当柳氏考虑过我 好 那我们就等着瞧 据我所知 柳总 可是对中总 三传四十 中正传 你的头发里真让你醒 家里红旗鼓到外边踩地飘飘 真是男人的看着我呀 你喜欢你家老叔 星总 那个中正传的明星不是好歹 还有那个柳寇 一看看他们就是一会儿的 咱们要不要找人 你以为他中正传的一方 别看他现在行 可是在富豪集团面前 他什么都不是 四大世家联手组建富豪集团 别说是我柳江孙氏 就是他九州国际 在这个旁人大物面前 也不堪一击 等到拍卖会上 我建富豪集团只是拿下 九州国际的股份 到时候我看着东正传 能不能笑得出来 到时候我要是当柳寇 跪在我面前求饶 哈哈哈哈 好 哎 中叔 孙玉珠这个人阴险狡诈 我们要不要他赢 哪那么便宜他 我要把他对我中家 世界的所有痛苦 加倍地还给他 我要让他亲眼看着 北江孙世 你这事 你这点 您这是 中豪 叫我友谊就行 你必须要这么 我听说嫂子行吧 就要孙总带我来验 这明显来者不善呀 呦 这么年轻的姑娘是谁呀 莫非看我铁铺发达了 特地找上门吧 柳氏总裁 有空 北江有事 哎呀 刚走个北江孙世 新年又来个北江流氏 哎呀 我姐的病房可真是捧蜜生辉啊 欢迎刘总 妈 这个北江流氏在伤情 可是怕人大悟 我们舍不起 你忘了 中传世 我在中国这个程序 对呀 人家也要发达了 那我就没有表达 你没听 孙女说我 这个 不如今来吧 没案 看上去比我几年轻 也比我几漂亮 有权有势 这个狐狸 不好对付 刘总 今天你能来看我们家桂兰 我们很开心 这么多年 正传为了桂兰的病 操碎了心 就是呀 刘总 我就没有见过 比他们夫妻感情更好的了 这些年同当共苦 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现在老天开眼了 有亲人终成眷属 你们说是不是 据我所知 周哥和嫂子 早就已经离婚了 比衣裳并非一起 我就是开个玩笑 我知道周哥对嫂子的感情 一直关书算不了事 我今天来 就是来看看嫂子 就不多打扰了 正传 你去替我送送刘总 姐 你怎么能让姐夫 去送那个狐狸精呢 这个狐狸精啊 就是冲正传来的 就是啊 他上那儿就没案好心 外婆 刘总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你们别瞎想 我怎么能不瞎想呀 你说我对面怎么政府呀 我女儿好不容易醒来 这好日子还没过一天 这小三就早上门了 你刚才看到了吧 你看那个狐狸精 多有手段还兴趣 还不吵不闹 那扫美如我的样子 哪个男人见得不动心 我爸不是那样的人 钟浩 你还年轻你不懂 你爸现在不是开舟舟车的了 他现在可是九州国际的派商访 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有空那样的女人 怎能不动心啊 是啊 你爸长相也不差 还显年轻 加上现在位高权重 哪个女人不习惯 我爸我妈的感情很好 一件事就又让你撒走先 是啊猫 我相信你这 多好 我爸可不能这么说 现在哪有不偷心的猫啊 你现在要是不看紧的 哪天你爸给你带个弟弟妹妹 回来跟你分家产 到时候 有你哭的 你 妈您说是不是 姐姐现在身体这样 要生也生不了 现在那些有钱人 哪个不是三居四屑的 万一给钟家子多个小崽子 那就是家无明日 好想 是这样 麻烦 现在我们可管不了正传 这还能说呀妈 现在钟浩是董事长 我真的想要 当然要安排自己人了 钟浩那些表弟表妹 刚好在家闲着 财犬上和人群上 一定要安排自己人 即使正传那边出了问题 那也抢不走 属于咱家的内子 哎对了 还有那个叫傅城欢吧 好像是正传是一条心 现在钟浩是董事长 一朝天子一朝臣 我觉得我们家大宝是否合适的 说了半天 原来是喜欢她自己玩 钟浩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妈可都说为你着想 替你考虑 妈您说是不是 为我考虑 李小爷 我又不是傻子 我那些表弟表妹们 一个个不思进去 整天在家里 有个小孩 也无所事事的 那这些我都看不见吗 回头给他们安排 些无关紧要的工作 都是可以 但是如果想失去 想都不要想 姐 姐你听听这都是什么胡话 妈 这是你的好爱孙 我们一协分了他 他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呀 他都是相信我们 钟浩 就是看不起我们这人 穷气气想要自理门户 拖延我李家 不 我要不是看在这些年 你照顾我爸的何朝 我连这些轻松的工作 都不打算安排 你以为我会带着他吧 我不会这么觉醒吧 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 我爸创建九州国际 有多么不容易 我也是这个时候就知道 傅成欢这些年作为也很出信 完全没有必要换人 太无论 目前九州国际的情况 用一句内有忧患外有强敌 来形容傅 柳氏集团是我们九州国际的 重要合作方法 够他可能换人 可他们是你的表弟表妹 是你的志气 你没发现那个女人 已经找上门示威了吗 再这样下去 你妈以后见中家 哪还有闹什么劲 相信我爸和我妈的感情 感情值几个钱 那个女人有颜值有财富 更重要的是 他还会潦草 哪个男人扛得住 你爸在家独守过往那么多年 难道不会动心 是啊好好 还是要多加防范的 相信我爸的为战 我跟郑川 这么多年夫妻 我相信 你们怎么都不听劝呢 男人就没有不花心的 有些是你们张不开口说 我来说实在不行吗 姐夫不是说了吗 这都是他欠我 什么话欠我妈的 不是欠你们的 我们想不认为可行 人之常情 但是虽然说的没错 钟哥也就是我理想你 钟哥别送了 我先走了 阿拉刘总的中书 还是你也不忘了呀 有寇是个不错的孙女 但是我也为了能有缘无分 谁会解释 是 就是 是不是 有些失落 失落倒是谈不上 钟哥是个重权益的人 人家夫妻二人 抗礼情深 也对 女人这一辈子 能遇到这样一个可靠的男人 多么不易 现在 我们已经和九州国旗绑定 孙玉珠那边 加入了富豪集合 我们还是要多小心啊 孙玉珠一方枭雄 也甘乱去救人家 一般人肯定想不住他 但是 四大传承千年的 赤家豪蒙年首 孙玉珠肯定要跪下去 当然 以他的形式作风 说不定 再给自己借势出门面 变子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自己挣来的 孙玉珠还算有点下识 谁见谁的事 还坑不 要是真引完入室 到时候孙玉珠都没停 九州国际才是现在的实力 孙玉珠人老狐狐狐 我们就看不清楚 要是真把钟歌惹急了 到时候 没停 不过现在也过去 孙玉珠集团 石头部 到时候孙玉珠倒下 我们作为九州国际的盟友 也不是 一惊乱 万物生 送做客人了 对了 这前半辈子 我欠你的太多了 等除掉孙玉珠这个大地 我就彻底的归隐江湖 从此不问宿舍 爸 九州国际不能没有你 这世上没有谁 离不开谁 我不在的日子 九州国际不是要好好的 钟叔 唐少等人 被富豪去的枪子 这个孙玉珠打的一手好牌啊 他明知道北江孙氏 在我九州国际面前 不堪一击 他竟然 狐家虎威 借富豪集团的势力 我倒是想起来 钟总 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的实力 我和富豪集团 他不想什么 不管你不识 三天后悬黄拍卖场 咱们就真刀真枪的试试 希望你好自于之 我现在就明确的告诉你 和你的主持 让我九州国际加入富豪集团 想都别想 那咱们就三天后悬黄拍卖场 剪真章吧 我很期待 你九州国际四村武裂的那一天 到时候你只会看到你北江孙氏车 那咱们就是一代 果然是孙玉柱的老婆 听来讲到说来等会 他孙玉柱出招了 咱们接下就是 我九州国际风风雨雨 这么一年 这点事不算什么 爸 消息委层 请要有个大礼 你真以为你爸这些年 只会开出座 那孙玉柱 能扯其虎皮当大旗 我岂有您的名字 总发 传往号令 三天之后悬黄拍卖场 我九州国际要请当 看你出发 是 这富豪集团 是四大世家联合搞起来的 我九州国际 姐夫 富豪集团到底是什么呀 我们九州国际能不能比得过 反正听得起吓人的 要不我们家 一个 以我九州国际的势力 所谓世家联盟富豪集团 不过就是一个笑话 他孙玉柱千色万色 都没有亮光 我九州国际崛起的事 早已拉来了世家豪门 我九州国际 也认为一位 我九州国际 也认为一位 这次 我就要让他孙玉柱看 等将孙世 如何处处 太好了 这下我家大伙的工作也有了 姐夫 你对我姐这么好 为啥不早说呢 害得我们误会你 我爸没说 是你们自己误会的 是是是是是 是我们的错 可是忠豪 当初也是你对你爸不好 我们才误会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小豪 富豪集团 虽然是一些 上不了台面的人 组建的 那世家权贵的底蕴 加上孙玉柱这个贱人 从龙前线 倒也是 能给我们制造型吗 但是小豪你要记 我九州国际 从来不怕这些人 如果说孙玉柱 躲在背后是银刀的话 确实是有些话 现在他跳出来 那事情就好 等待着他的 只有孙玉柱 靖川 不要因为我的事 诞生是非 那孙玉柱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能不起冲突最好 我的事情先放一遍 只要我们全家人在一起 比什么都好 桂兰对我的印象 还停留在十年前 回来 现在九州国际 有数百万人 九位董事手里的股份 虽然不多 但也不能留在那里 更何况 孙玉柱他 是国际 岂能如何 是啊 此州不报非军 我们不足齐心行 定能杀他的天心 三年后的玄黄拍卖会者 就是他孙玉柱 葬身之法 我要亲眼见证 北江孙氏 你 给你妈 报仇血痕 爸 您今天怎么开着出租车来 怎么了 你觉得我开出租给你丢人了 配不上你这个董事长的身份了 没没没 你现在是九州国际的董事长了 你身边是不是都是好人 所有的人都给你洋溢着笑脸 是 外王和小姨现在对我们家有不错 我开出租就是要提醒你 人不能忘本 更不能消 知道了 要不是有天和欢姐 我也不会有这好的机会 知道了就好 这些年我不在的日子 全靠了成欢 所以你要跟他好好学习啊 什么说 都是我的问题 要不是因为我 九位董事也不会背叛你 现在更不可能拍卖自己手中的股份 都是我的问题 人心不足舌吞下 这些事跟这个关系 忠叔 富豪集团半数的豪门 都已投靠我们九州国际 看似手段强劲的富豪集团 实则四分五裂 不成理性 不仅如此 北江孙氏这些年得罪了不少人 反而是我们的口碑一直不错 所以 不少豪门都愿意跟我们合作 大家一起发财 这些年 九州国际不仅有雷霆手段 更重要的是 我们懂得分享利益 把身边的朋友变多 敌人变少 这才是我们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 只要自己做的足够好 你身边自然就有人围着你 接下来 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吗 知道了吧 今天 就是我的复仇之日 今天啊 全球顶级权贵 奇迹我悬黄拍卖场 贵的就是那些 九州国际的股份 你们几个啊 都把眼睛给我转大点 不要让一些闲大人的给闯起来 知道没有 知道 开这种车来的 那肯定不是咱们要的嘉宾 知道吗 哎 说你呢 把车停远点 影响我们贵宾下车 你们几个 怎么混进来的 当然是被请来的 不好意思 如果是被请来的 请出席下邀请盘 好 我们的邀请盘 你们的邀请盘 听说这小王拍卖场势力庞大 什么都敢管 没想到背后的靠山竟然是我们的邀请盘 像杜桑波 是这件事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请出示邀请盘 如果没有的话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好啊 够手 哎呦 这不是北江柳市的刘总吗 欢迎光临 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 把这人轰走 不可 刘总 您是有什么吩咐吗 他们 是我的 祝福集团统统统统统 这不是钟总 还有刘总吗 怎么这么快就搞到一块去 今天 怎么都在这门口傻站着 该不会是 也有邀请函 被拦在这儿了吧 这按理说 周国际还有这两家 不是什么下三烂 就连邀请函都拿不出来 仙人打架烦人遭殃啊 这怕是个火药桶吧 刘总 今天不是我不给您面子 主要今天来学房贩卖会的 都是国际定监圈 按照我们这儿的规矩 没有邀请咱的客人 参加不了 这对狗男女 哎 怎么说话 你是不是看着我和娜娜 太幸福 你不太开心了 我告诉你 娜娜 现在可是把唐叔 我原本以为你继任大位之后 会有很多改变 没想到还是什么叩叩叩叩的 跟你们家那个老东西一样 一点啊都没有大流的样子 你再看看我们家唐哥 他现在啊 可是富豪集团新上任的副总 全是唐天 好的了 你该不会还不知道富豪集团啊 那可比你那个什么九州国际啊 你 全废而已 狗咬人一可人还要咬 是啊 正叔 有些人当初像狗一样贵甜 如今换了个主人 又就是当狗 放你的狗屁 你们以为现在的我还是以前的我吗 你们压根不知道 富豪集团有多么大的字 这其中有多少豪门权贵 九州国际 也配富豪集团相聚 可笑 你对九州国际了解浮育表象 你去问问那九位董事 他们为何要拍卖自己手中的股份 反而不敢站住一个眼睛 九州国际乃我大下 甚至世界首屈一指的事 即使一个狗屁不如的富豪集团 能够盼 景底之花 也想要我九州国际 我看谁敢去说 今日过了 我就是给你们放下 断你们根基地放下 你以为就凭你的实力 能当上总经理 你只是他们推出来的一个气死鬼罢 你就是一个宠货 你胡说 富豪集团多的是能一言定生死的权贵 随便拉出来一个都不容易北江律师 更别说还有北江孙氏这种庞然大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中正传这个老家伙就是被孙玉柱孙总干的 你们九州国际哪来的什么事 这位小孩子 说得好 说得好 孙总您怎么出来了呀 孙总 我就给了你三天时间考 结果呢 你无视了我对你的好意 看来 你是非要和我富豪集团作对 九州国际形势 从来就不看别人的脸色 什么富豪集团 我们根本就不放在下 什么 你们是九州国际的人 九州国际就高了一等了 孙总息怒 我只是没想到一个 开出租车的 竟然是九州国际的人 我们玄黄拍卖会 超人事外 不惧怕任何人 你最好能记住你今天所说的话 当然了 我们玄黄拍卖场自建议以来 从来没怕过谁 今天也一样 什么 人家秉公办事 我们还想威胁他 谢谢孙总之言 我执任邀请他 贤大人等 修得入内 看到没有 这是我们玄黄拍卖场最高级的邀请函 皇子邀请函 假之万亿的拍品 无需押间 非权贵 不可拥有 您不愧是北疆孙家的大人 出手就是最高级的邀请函 玄黄玄 最顶级的邀请函从来就是玄子邀请函 什么时候一张皇子邀请函成了最顶级的 呀 算你识相 我们玄黄拍卖场自创立以来 只发出过两张玄子邀请函 怎么 你有 有可没有 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 那就是我皇子邀请函最为珍贵 本场拍卖 当以我未尊 中振传 看来你很难抱住你救荣国 中哥没有 但我有 刘总 您没开玩笑吧 这玄子邀请函非同小可 那可是我们玄黄拍卖场最最尊贵身份的象征啊 这不可能 别说是你小小的北疆柳氏 就是九州国际 也难对玄黄拍卖场指手画脚 这里 超然物外 只是从那一套 我北疆孙氏 只不过拿到皇子邀请函 你们要想拿到玄子邀请函 根本不可能 你柳氏若是为了黏练 口出狂言 恐怕还没等我们出手 就会被玄黄拍卖场赶出去 以后没了面子 别怪我没提醒你 是这张 玄子邀请函 这怎么可能 居然是我们玄黄拍卖场最顶天道以及玄黄相征啊 玄子邀请函 现在我可以带他们进去了 当然可以了 不仅如此 十亿以下的拍片您都不需要任何押金 这是最牛逼的身份象征啊 这怎么可能 玄黄拍卖场一向深不可测 怎么可能给你发玄子邀请函 你柳寇要是有此等本事 也不用到处求援 我柳氏有没有本事跟你有什么 反正这夭小孩现在在我手里 这肯定是你用了什么剑不得光的手段弄了 别用你那龌龊的心思来看待我 你以为你是谁 我将柳氏在我孙氏面前不开一起 不就是个二人齿吧 把世家都没有拿到我 你怎么可能拥有 四大世家在你眼睛高不可 在我眼 不过 四大世家传承千里 你小心着烦击 我最活的还是四大世家 这邀请函 培路不明 你能算数 经理 你还不磨求这场邀请函 有这玄子邀请函的 那都是我们玄黄拍卖场 醉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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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现在是一条上上的骂手 你可别给我 这富豪集团能把我们 从九州国籍拉出来 我当然能选择实力更采怕 知道 周航 我们好歹夫妻一场 我好心提醒一下你 好好劝劝你 不要一生的心血 你我夫妻缘分一切 我必须 我也是好心提醒你 富豪集团可是四大顶级豪门联合冲办 可不是你一家九州国籍 我可以靠好 好 既然如此的话 我倒要看一看 这所谓的富豪集团 有何本事能齐在我几乎国籍之上 真是不见棺材的调类 四级豪集团 这中豪怎么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九州国籍 只不过是一个上蹭下跳的跳梁小丑罢了 富豪集团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权势 唐超 你老婆好像对中豪且情分 娜娜只是去试探一下中共的身体 天下息息结为厉害 天下嚷嚷结为厉害 因利而俊 因利而散 他们 长久不留 但是唐超毕竟之前是九州的宝货 对我们太比较 你是怕他们知道的太多了 是 九州国籍的最核心的经验 比得过北江孙氏 能比得过南江鲁家 还想和四大世家抗衡不成 欢迎卢公子 这四大世家设计吃穿用渡行方方面面 虽然九州国籍异军突起 但与之相比欠缺抵运 根本不足以与之抗 那不就得了 他九州国籍现在 久未懂事 齐齐迈出 天时地利皆在我手 九州国籍 拿什么跟我们 以前九州国籍还能有四大世家潜贡 实力 四大世家传承千里 你们不过有隐蔽 但是你能被我捞出来 为何在 你们九州国籍也是过去的时代 现在是我富豪集团的天性 今日 就是我权贵豪门的复仇之日 中日纯当天 施压在我们身上的趋路 我们要一一拿回来 一群警笛主 今日露死谁 拍卖会场剑坟晓 好 咱们就拍卖会场剑坟晓 我孙某人到时要看看 谁能想到最后 谁